爆炸声响伴随流行雨般的火焰 从天而降 俄军为了尽快拿下乌冬 祭出最新大绝招 铝热弹 温度超过摄氏2400度 能够轻易收穿钢铁 人体一碰到必死无疑 放眼望去 整片地区已成人间炼狱 巴赫姆特保卫战告急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透露 俄罗斯的佣兵集团 华格纳采多路进攻 向市中心推进 尽管情势危急 但依旧击退俄军攻势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更宣称俄军不到一周 超过千人阵亡 打了超过一年的俄乌战争 会不会到下周出现重大转折 刚完成连任大业的习近平 似乎等不及访问俄罗斯 路透社报道 最快下周中俄领导人就会碰面 接着华尔街日报也独家披露 习近平见完普丁后 可能与泽伦斯基视讯会面 将是俄乌战争开打后 中乌领袖首次对谈 反映出北京努力斡旋 试图在结束战争上 扮演更积极角色 改善跌落谷底的国际形象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